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12.6 12.6是子章 子章大家记得是谁吗 我们前面也出现过这个人 专孙师对不对 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 你看我们后面读到后半本的时候 你就要经常去回顾前半本 你曾经读过的 孔子的每个弟子的特点 子章的特点是什么 第一个特点叫偏执对不对 子章有点偏执 而且有点什么 当时说过两个人 一个人是补伤 一个人是子章 补伤就是子下 当年是子贡问过孔子一个问题 他说 师和伤这两个人相比 对吧 这两个人怎么样 这两个人谁厉害 然后孔子的回答是 师也过 伤也不急 就是子章有点过火 然后这个子下呢不够 子下就不够 不到位 然后这个 当时子贡就问他说 那是不是 呃 子章更好一些 然后孔子说 不是的 过由不及 是一样的 过和不及是一样 说的就是这个子章 而且我们在前面还出现过 子章经常问一些什么问题 怎么发财 怎么当官 是不是 经常问这样一些 眼光很短浅的问题 是吧 这在孔门当中 叫眼光短浅的问题 就盯着这一点 说我就是想直接干这个 你别跟我说 齐得八得没用的 我就要这个 孔子说 你盯着这个去要 你永远要不着 是不是 你把自己该干事干好了 他自己就来 这是子章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章啊 这章当中说 子章问明 什么叫明呢 明 最表面的意思就是 明目 就是说 看得懂 看得明白 聪明 不被蒙蔽 这又叫明 就子章说 怎么一个人 怎么就算明了 然后孔子就讲了一句话 孔子连续讲了这句话 你可以看到啊 他其实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 是不是是一个反复啊 浸润之赠 肤寿之素 这两个字 首先多 这个音啊 这个 很多人 不会念 第一个呢 念 赠 第二个念素 浸润之赠 肤寿之素 不行也可为明义 浸润之赠 肤寿之素 不行也可为原义 所以他在这里边 问了个明 我不但告诉你 什么叫明 我还告诉了你 什么叫远 这里边 主要的 这句话叫什么 叫浸润之赠 肤寿之素 不行也 什么意思 嗯 首先我们要知道 什么叫赠 什么叫赠 赠就是说坏话 谈言叫赠 赠这个字 就是说坏话 故意说别人坏话 谈言 你要知道 谈言有一个特点 谈言是什么特点呢 他不是说 一下子 说完这一句 结束了 不是 谈言是 像水一样 慢慢的 把你包围在里面 把你浸在里面 让你不知不觉的 相信了 这是谈言 这是谈言的特点 就是谈言 谈言 谈言都是这样 这个坏话 绝对不是说 我就一句话 我说完之后 你就信了 不是 他是慢慢把你包围 这个张信哲 有首歌叫 爱如潮水 是吧 这个谈言 一定是像潮水一样的 慢慢将你包围 我们中国古代 有句话叫三人称呼 是吧 就是一个人说 你不信 再来一句 再来一句 你慢慢就行 所以这是谈言的特点 所以这个 静润之赠呢 讲的就是谈言 谈言向水 慢慢的进入 慢慢的打湿 慢慢的包围 第二种叫什么呢 叫肤寿之素 这个肤寿是什么 就是亲身 皮肤 切肤 这种感觉 肤是什么意思呢 肤的意思是 冤屈 深冤 肤是我有冤屈 我去申诉我的冤屈 这个叫肤 大家想想 一个人如果有冤屈的时候 他要申诉的时候 他会怎么申诉 他一定会特别的急迫 感觉自己天大的委屈 一肚子话要说 这叫申诉冤屈的时候的样子 所以一个人在你面前 如果说坏话 和他受委屈了 要说委屈的时候 这是你最容易被骗的时候 就这两种情况是最容易被骗的 一种情况叫赠 一种情况叫素 是吧 有时候有的人在你面前 讲他多委屈 一把BT一把泪 你听了觉得 哎呦 真是气人的 这真是让他受大委屈了 而且他拼命的 就恨不得一股脑子 要讲给你 这个叫肤寿之素 所以孔子讲说 明这个东西呢 你现在要知道 不明 就是蒙昧 是什么情况下会被人骗 会这个不明白 主要就是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 有人故意的说谗言 说坏话的时候 这种时候呢 往往你是不显山不露水的 润物细无声 你闷闷闷闷的去接受 像水一样 很慢 对吧 你不知不觉的就被他套进去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是 他觉得他受了天大的委屈的时候 他在里面前申诉的时候 这个不像水 这个像火 很急 很烈 你往往会被他带进去 说就这两种 如果你能够不行 这个不行 不是今天说行不行 那个不行 而是没有办法 实行 也就是说这两种 如果是假的 在你面前没有办法 骗你 可谓明也一 这就叫做明了 这不但叫做明了 而且还可以叫做远 就是说明你是能够 有远见的 走的长远 不但是明 而且远 那我们就知道 孔子跟子章讲这个话 说明什么呀 说明子章在这两个字上面 做的是很不够的 对不对 就是子章并没有 做到 在这两个字上 能够做到明察 没有 就是子章是很容易被人带跑的 有时候谁在他面前 慢慢慢慢的今天说两句 明天说两句 谁的坏话 他自己就信了 他就不知不觉的受到影响 或者是人家在他面前哭诉 委屈 他就听了 也就信了 对吧 这是子章的特点 所以孔子 针对子章的特点 讲什么叫明 明关键就是这两种 一种是像水一样的话 一种是像火一样的话 这两种 你都能够明辨是非 你就是真正的明 而且是真正的远 还不是一时的明 是长久的明 对吧 那这两个呢 像水的这个叫赠 像火的这个叫素 我觉得这个写的真是很好啊 叫浸润之赠 肤瘦之素 对吧 素就是让你听了 感觉到 很难受 很疼 就好像能够切到你自己的皮肤上 切到你身体上一样 这种素 但是赠是什么呢 赠是 像水一样慢慢的 你不知不觉的 被浸润 叫浸润之赠 这两种 如果你能够明辨 你就是真正的明了 这是12.6 这个孔子对子章的一个解释